这天两人在厕所洗漱 八卦的珍珍 好奇人家小情侣的感情进展 就一直逗弄婉婷 不聊 月有殷勤缘缺 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两人在水池上边打闹的时候 由于水池质量太差 瞬间被压了稀巴烂的粉碎 好姐妹双双进了医院 和在珍珍没什么大碍 只是一点点的皮外伤 可婉婷的伤势就比较严重了 子宫染潮严重受损 必须马上摘出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你妈是神仙巨强摔一下 居然把子宫染潮都给摔摔没了 你咋不把扯克勒给摔死呢 不管怎么样 反正婉婷以后是不能自己生孩子了 但这还不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 医生给婉婷检查之后 发现了一个更加蒙蔽的结果 那就是婉婷拥有双性器官 也就是说婉婷不仅拥有女性的染潮 还有男性的拐杖 换句话来说就是双性人 婉婷当不了女孩子还可以做哪孩子呀 这拼去的脑中简直是让我 我裂开了 于是婉婷显然是接受不了的 醒来的她和王婆一样痛苦万分 她无法面对现在的自己 也无法面对珍珍 更无法面对深爱着她的居生 婉婷不知道该和居生如何解释 橘橘我不禁不是嗷嗷了 不陪你吐吐我了 居生知道一定会疯掉 此来想去 婉婷明白她和居生之间是不可能有结果了 于是她就让珍珍转交给居生一方分手信 并把居生送给自己的发家也已 并还给了她 居生看到信号完全接受不了结个四死 明明前几天 大家很浓情惬意的两个人呢 怎么突然就要一命一样分手呢 居生就打算去找婉婷问个清楚 却发现婉婷早已不见了踪影 她连她的好闺蜜珍珍也不知道她去了哪 就像彻底从世界消失了一样 就这样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居生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好帅啊 珍珍也烫了头发 不再是以前那个假小子了 两个人讨上了同一所大学 他们仍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些年珍珍也谈了不少男友 但是每段感情都是无极而终 此刻谁也没有注意到密密麻麻的人群中 出现一个戴眼镜的瘦小男生 也挺帅 是的 兄弟姐妹们你们没有猜错 她就是从泰国治疗回来重返之情的女主婉婷 哦不 现在人家叫刘婷了 此时的婉婷已经完完全全的变成了男生 回到熟悉的地方 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 却又是那么的陌生 这么多年 她还是放不下居生 也放不下珍珍 这天珍珍下课后 总感觉有一个人在跟踪自己 她猛的一回头 就看到了一个短发眼镜 真可怜巴巴的看着她 在一系列的证明过后 珍珍终于认出了婉婷 珍珍接受了婉婷 她还跟以前一样无拘无束的打闹着 依旧是最好的朋友 珍珍摸着婉婷的胸胸开开玩笑说 哎呦 你的小孩朋友 真的和小小一样 到了晚上 珍珍到婉婷家睡觉 早上醒来的珍珍一颗 哎呀妈呀 哇呦 年纪人 她竟然收起了小账帽 曾经的小甜甜 现在居然会站起来了 等等等等等下 我需要静静 珍珍尴尬的翻过身 她现在才真正意识到 婉婷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婉婷了 现在的她已经变成了男孩子了 论自己闺蜜变成男生的好处 好处就是 打 嗯 她蹲着和站着上厕所的样子 我都看过 问自己变成男生的好处 吼喝吼 我可以大摇大摆地去男搜索 看陈男友谅谅 吼喝吼喝 呵呵呵 哈哈哈 这边因为珍珍最近经常和婉婷 另外在一起 所以 这引起了 Wisconsin 的注意 可让她奇怪的是 每当她想去了解一下 赋想邽变成 这小家伙转身就逃走了 中又一天 吉生憋不住了 她趁其读住了准备下课的婉婷 好帅啊 你到底是谁呀 喵是喜欢珍珍 就对她好一点 别到时候提上裤子不认然 万天健壮摘下眼镜 橘橘人家选的人 其实是你啊 橘胜健壮当时都蒙了 啊不对不对 你怎么 怎么变成男的了 哇哇哇哇 那个甩了我的女生 竟然是个男的 我那个起尿嘞 我把你当女票 你看娘的居然想白挽我 以后我是叫你兄爹 还是叫你兄妹啊 看着这么多年 日思夜想的妹子 居然变成了一个男人 橘胜的内心就像吃了屎一样 随后慌乱的跑开了 由夏婉婷 一个人在原地发呆 橘胜出了校门 骑着自己心爱的脚踏车 回忆起了往昔 那时的自己 还是一个憨批 自己心爱的女人 也怪得像只猫咪 事过境迁 我只想安静如鸡 不想牵手当兄弟 她会想起他们俩 一起去厕所的画面 橘胜就忍不住老雷走 和赵涅啊 下次见面 还要不要叫你一起了 而珍珍这边 也安闹不住自己好奇的心 和大家后就问婉婷 那个婷婷啊 你现在对橘胜有感觉吗 婷婷说 当然有啊 珍珍说 我不是 我是说你 你想起橘胜的时候 小弟弟有反应吗 婉婷婷后想而不 珍珍 当时也懵了 不是 你嘿嘿个啥 你该不会真的想 白玩橘胜的大妹子 不是不是大兄弟 不久冷静下来的橘胜 思前想后 决定找到婉婷 想问个明白 从小她的妈妈就告诉过她 珍珍的男孩子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变性的爱人 听完婉婷胜泪俱下的一段 说辞之后 本说辞之后 橘胜 句话一紧 啊也不知道 以后减肥皂的时候 糖过糖 而婉婷就依靠在橘胜的 肩头小一生的抽屉症 橘胜 你造吗 人家超级选你的 如今我变成了男人 你不会嫌弃我的吧 橘胜也含泪水 忍着漏床 浅浅的抚摸着前女 不是 这个男人的胳膊 八个样子就说过 爱情是超越物种和性别的 I to you to We are to you to 就这样 橘胜和婉婷又意外在了一起 剧情顺利的 从阿托哥都打了 这天下午 婉婷被橘胜去球场打球 橘胜依旧穿着那件 七号球衣 可如今的婉婷却是零号了 这里不然不多说 大家自行体会啊 可这种不被世俗所接受的爱情 还是会面临许多磨难的 球队的同学 看着动作暧昧的两人 都在调侃 橘胜虽然尴尬的一脾 但在意志上还是非常让直的 直到一场大雨的来临 全身湿透的两人会到橘胜家里 även睡着 看着穿着男友踢的婉婷 橘胜终于忍不住了 然后 然后 两个人的激情被橘胜的一个动作打断了 噢 是的 他在冠婷那里碰到了东西 就你们都懂的 这样菊生瞬间清醒 醒身客气 己所不欲 欲罢不能 能者多劳劳当一壮 壮士归家 加加加加 然而痴痴痴 如为麻 骂了个霸子 顿时没了兴趣 果然菊生还是接受不了 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变成了大兄弟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冠婷万分举措 只好落魂而逃 这天晚上 冠婷被嫌弃 珍珍被劈腿 两个可怜的人聚到了一起 引他个一醉方休 喝他个不醉不乖 两个人都喝得源头转向 此时音乐突然变得 暧昧了起来 嗯 什么音乐 啊不是吧 阿萨 这么夭老的鼻子 接下来不会是 我想的那样吧 啊果然被我猜到了 喝醉的珍珍 回忆起了高中时期 闺蜜间的情愫 顿时心中恶念丛生 于是珍珍就跑到了 卫生间抱着碗婷 砍了起来 两个人借着酒精 然后 然后 然后两个人 就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不看的是一脸懵逼 碗婷醒来后也是一脸懵逼 这这咋弄 我爱的可是橘句啊 这怎么跟珍珍那傻了 于是他就想找橘胜道个歉 谁知道橘胜 并没有给碗婷说话的机会 为了表示昨天 对碗婷的歉意和羞愧 橘胜从身后 静止的就亲了下去 一个过肩衰 就把碗婷压在了身下 我爱你 碗婷当时一下就酥了 菊花残 满地上 我的笑容有点黄 然后 就这样两个人终于终于正正的在一起了 电影的最后一幕 碗婷站在天台 拥抱着蓝天说 请拥抱我的灵魂 在我的躯壳之上 相信爱能让灵魂重生 让幸与不幸的我 成为被神祝福的使者 啊 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不管是哪种结局 拖决的都无所谓 你们该不会真的是来看两个人的爱情的吧 这么刺激的剧情 你居然在乎结局 啊 行行吧 臭弟弟 好啦 小伙伴们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时候还是要问大家一句 大家要不要把那一段重新看一遍 不是 如果你的对象换了性别 重新站在你面前 你该怎么办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答案哦 我是你们美丽可爱 集报的王婆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爱你们哦